台北市長柯文哲和遠雄巨蛋事業董事長 趙騰雄會面的時間敲定了 就是今天晚間8點半 兩任會在台北市府 對大巨蛋的各種問題進行會談 而柯文哲對於紅海燈廣告的行為 再度表達不滿 我去檢查過去的資料 我只有講過去 這好像租金比較便宜 我再回去查查看 我從頭到尾就講這句話 然後他需要花600萬去刊登半版的廣告 我還是對這件事情非常不滿意 台北市長柯文哲再度表達 對紅海的不滿 重申政府不可以被財團所威脅 表示三創園區的處理 並不是現在的當務之急 其實老實講 他那個還排不上高 priority 就是不是那個優先順序最高的 其他更 其實我們一直 要馬上要救火的問題更多 我們今天晚上8點半 就把趙天雄叫來市政府 直接談了 柯文哲表示 將先處理39項監察院的糾正案 和遠雄預期的處罰辦法 而大巨蛋的地下道 也會在今天 公布新的設計圖 讓市民檢視 新市府團隊面對進來的人才荒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在日前表示 因為新市府團隊和財團槓上 才讓很多好的人才不願出來 不會說因為我們跟財團槓上 好人才不願來 以前要更講是 我想官商勾結 會更讓好人更不願意來 二十日晚間 柯文哲和國發會主委 管中敏見面 不到半小時就敲定了 新創創業園區的落腳地點 就選在花博園區 預計今年年底 可將第一階段的園區修整完成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鴻黃庭峰 台灣台北報導